来看一下这位万人迷的短片 从小到大大家都觉得玩戏的孩子没处心 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个职业的游戏选手 是英雄联盟 王者八百点 国服第一扎克 吃鸡日服前五 现在是一家电竞公司的签约主播 在线粉丝二十万 平均一个月一万多 其余的时间就是带我儿子户外直播 我儿子粉丝二十万左右 一个月直播也能挣个万把 我们也俩都自己能养活自己 虽然我长得可真 但我儿子颜值高 平时没完事 我也俩就互相伤害 东北的苹果 东北的李 东北的扎克 他傻爹万人迷 扎克 你把我要上全程热量找对象了 给我加油吧 带我去 庞 散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能是什么 这么解释还是挺厉害的 就相当于参加全国的比赛 你打败了所有的对手 是不是 是这个意思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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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以为16号特别好 想把它选择当一种人 但是看了上期的节目 那怎么还能扣咬鸭子呢 那难道就不养吗 我看三号说 不刷牙还不让清嘴 那你说我现在养条狗 偏偏和我儿子在一起 那你积压了不敌 狗爷爷俩扫地出门呢 我养狗行不行啊 叶浩贝尔 扣脚不行 行 你都说不行了 你都说不行了 那不是我让说的 那谁让说的 狗让我说的 谁说的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就是那个狗吧 没事扣扣脚 它也得这样 你知道吧 那没事 你俩互扣一下的也挺好 行啊 我看挺好啊 我还挺乐意卖胆的 能接受吗 反正挺真实的 你看你刚才说在外面 在外面也扣 但没人的情况下 最喜欢的就是真实的 啊 现在成绩 场上的成绩是 十六盏灯都灭了 来 掌声有请这位勇敢的姑娘 有请 扎克比较感兴趣啊 起来了 刚才烙半天这十六个小姐都不打感兴 这姑娘一看起来了 眼神当中充满了期待 好 扎克 哎 妈呀 别过来了 男嘉宾你好 燕子姐好 老王哥好 你好 我叫颜吉 今年21岁 来自吉尼思平 做什么工作的啊 现在是幼儿圆楼市 幼儿圆楼市 你家是哪儿的 思平的 你家思平哪儿的呀 那个盗洞的 你家哪儿的 盗洞的 你家是十一马路 离得近不近呢 还行 十一条马路 最多是多少马路啊 你知道吗 我俩一个头一个尾 刚才在台下的时候就 小伙一上来就牵着那个宠物嘛 然后走 觉得特别帅 觉得养宠物的男生会挺暖的 然后会照顾人 感觉就是刚才跟台上的女嘉宾 交流这些 然后觉得他这个人挺直的 然后就是有什么说什么 然后也不用说过多的 说一些没有用的话什么的 我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 你介不介意他打游戏啊 不介意啊 你会打吗 不会 你介意不会的吗 不介意 那你介不介意狗会掉毛啊 不介意 每天都要收拾啊 那也没关系 反正他收拾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跟上一家 心里